据彭博社4月26日的报道 今年3月 人民币在中国跨境交易中的使用 首次超过美元 这是中国减少对美元依赖过程中 跨过的另一个里程碑 彭博行业研究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开展的研究显示 人民币在中国跨境收支中的占比 从2010年的接近零 升至今年3月底创纪录的48% 数据显示 美元在同一时期的占比从83%下降至47% 该比例是基于所有交易计算而来 包括通过中国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 开展的证券交易等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 人民币在跨境使用中的占比不断上升 这有助于降低在跨境交易中货币错配风险 此外 阿根廷经济部长马萨26日宣布 阿根廷将停止使用美元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转而使用人民币结算 阿根廷经济部长马萨26日宣布